当年的歌坛王杰可以说是天王级别的歌手 如今提起自己年轻时候的事 王杰也依然是眉飞色舞 看得出他对自己曾经的成绩感到自豪 80年代末,那完全就是王杰的天下 风光盖过了李克勤和陈百强 而且就连张国荣和坛永林也不分上下 甚至于如今的四大天王之一 的刘德华也曾经是王杰的跟班 可见当年的风光程度 而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那个时期 却在香港遭人下了迁毒,导致嗓子变哑 从此与音乐绝缘 作为一名音乐人、歌手 失去嗓子几乎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命 这让王杰痛不欲生却又无可奈何 娱乐圈有很多说不清楚的黑幕 成龙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娱乐圈的黑幕 但是成龙大哥也不敢讲 只是说他会写成一本书交给律师 等到自己死后N年再公知于众 可以说成龙大哥在娱乐圈的地位无人能及 但是连他都不敢说 那这些背后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事实呢 可想而知娱乐圈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景象 时隔多年王杰也表示很多细节都无从查起 不过这件事情对一位嗓音极具识别度的歌手来说 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样导致了自己的辉煌提前结束了 且行且珍惜吧 而对于这件事情网友是脑洞大开啊 纷纷猜测 至今在一些七十后八十后的心中 浪子王杰依然是不变的偶像 一场游戏一场梦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这些歌仍然是百畅不衰的经典 王杰在事业巅峰时期 遭人陷害 毁了嗓子 一生经历了数次事业的坎坷起伏 而王杰的婚姻也是如此 一共经历过五段感情 两次婚姻 很多人不知道 今年五十六岁的王杰已经是外公了 他的第一段婚姻显然是冲动的 这段婚姻从开始到结束只有六七个月 那时候 王杰还只是一个在滑冰场当教练的穷屌丝 他遇到了被人欺负的一个女孩 他英雄救美 结果促成了这段缘分 六个月后 女孩为王杰早产下女儿小翠 而生下女儿不久 女孩就离家出走了 那年王杰十九岁 女孩十六岁 王杰女儿是空姐 很漂亮 正如王杰描述自己前妻 一笑倾城 而如今 王杰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儿王小翠 也已经成家立业 现在是一名空姐 而且 王小翠在前几年诞下一名男婴 所以 王杰已是做了外公的人 如果王杰的父亲说的时间是准确的话 王杰的外孙今年都八岁了 而王杰的第二段婚姻是跟台湾名摩摩启文 刘昂仁是在拍摄MTV时相恋 1993年结婚 1994年两人移民加拿大 1997年两人离婚 离婚时 莫启文带走了年仅五岁的儿子圆圆 大名王成元 王杰坦言 自儿子五岁后 他就几乎没有再见过儿子 据说法院当时将儿子判给了莫启文 当时王杰被曝出赌博、薰酒等负面新闻 所以莫启文下令王杰不准接近儿子 但后来 这段新闻遭到了王杰及莫启文双方的否定 王杰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未见儿子 如今王成元已经22岁 变成了一个帅大小伙子 个头比王杰高一头 其实王杰早在《鲁豫有约》里 就谈到自己与女儿的关系 王杰讲述自己在骆驼时和女儿的相依未命的故事 被问起与大女儿和小儿子的关系时候 王杰显得很洒脱 女儿是空姐 懂多国语言 儿子现在刚进大学 也很少联络 是啊 王杰的女儿都嫁人了 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啊 王杰坦言 现在他很少和儿女们往来 他说 他们从小都不生活在国内 中文不太熟练 而且现在已经有点带勾了 据说 儿子长大后 王杰去见过儿子 但儿子不愿意见面 是他的恳求才让父子破冰聊天 看到王杰的音乐事业一度坎坷起伏 家庭也起起落落 甚至有子女却不能相见 王杰这辈子一定吃了很多苦 而且王杰的父亲王霞老先生也下贺西去 王杰却没有敢在爸爸闭眼之前 又是万分歉就 而且王杰坦言 自己在圈里没有一个朋友 每次演唱会都是自己从头唱到尾 如今父亲也离开了他 如果没有歌迷和音乐 许他就更孤独了 既然有儿女 一定是血浓雨水 我们期待王杰能改善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早日重圆温情 毕竟王杰已经56岁了 好